凤凰台风远离 台东又恢复了炎热的秋老虎天气形态 不过在关岛附近的海域 又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行程 而且随时会升级 成为今年的第17号台风北冕 至于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看起来应该是不会 因为整个台湾农战在高压的环境下面 日本方向那边有一个封面 一个朝线 所以整个压目前是朝着东北方走 往日本南方去 所以目前对台湾应该是不至于会有影响 而大家比较关心的 应该是接下来的周末假期 将会是什么样的天气形态 最近就是高压笼罩 然后今明两天会有大封面 微弱封面通过北边 不过对东台湾来说 应该是封面还不至于太强会影响到 所以我们这边的天气 还是算蛮稳定晴朗的 尤其是周末天气大概还是非常好的 由于西伯利亚的高压势力 将会逐渐增强 伴随气压梯度 配合台湾特殊的地形影响 通常都会导致东半部出现较强的雨势 像上次的凤凰台风就是如此 当共半夏孕产生的时候 风可能也会增强 雨会加大 所以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而已 它可能会变成一乘以多少 然后便就加倍以上 以今年秋季整体而言 台湾是偏干热的几率较高 目前仍有许多热带扰动 会不会接着形成台风 基本上近期看起来 在菲律宾到关岛之间 这个热带海域温度相当高 所以基本上它的环境还蛮配合的 所以未来菲律宾东方 基本上还有一些热带劳动 但是会不会形成台风 真的就是还是需要再观察一点 以气象局的估计 接下来将会进入台风的活跃期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和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 民众仍然不可轻忽 东台新闻吕青的采访报道